我准备了一个中国拿来的杯子和一个瑞士的杯子 哈喽 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简短的视频 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做热红酒 热红酒其实是怎么说呢 欧洲地区比较传统的一种冬天的特饮 因为他们这边实在是太冷了 然后你热红酒一般都会在圣诞市场上是属于必备的饮品 带酒精的当然是 然后我们以前在圣诞市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杯子 然后大概就要三到五欧的样子吧 根据地区不一样 他就会卖的不一样的价格 然后买的时候呢是这样一杯热红酒 然后这个杯子是有押金的 然后你再把杯子退回去的时候 押金再还给你 我当时就等于没有退这个押金 所以杯子就归我了 等于我是买了这么一个杯子 而且每次去圣诞市场的时候 其实你不可能只喝一杯 大概我们就是三到五杯起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 金额还是挺贵的 我之前听朋友说在国内现在也有喝热红酒的 然后价格也挺高的 所以我就想说呢 其实它成本挺低的 而且它又特别方便做 就是原料没有多少 成本也没有多少 那就还不如在家做 我之前每年冬天基本上都会在家煮热红酒 所以我就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在家煮热红酒 反正今年圣诞市场欧洲也都不开了 至少德国和瑞士是基本上都没有地方在开门 想喝热红酒的话 咱们就自己在家煮 又经济又实惠 然后招待亲朋好友 还挺特别的 热红酒需要的材料现在就都在这了 首先是一个橙子 这是必备的 然后半个苹果 我上次已经煮过一次了 所以现在还剩半个 然后当然就是红酒一整瓶 还有brandy啊 或者威士忌啊 或者vodka 反正就是这种烈性酒 要准备一小瓶 那香料的这一部分呢 可以 我一般是用这个丁香 丁香是必备的煮热红酒 还有一截肉桂 当然如果你要喜欢放香叶 或者放大料的话 都完全可以 根据个人的口味去调整 然后其他还需要的就是白砂糖 还有水 大概这样一瓶红酒的话煮出来 就是这个杯子 就这么大的杯子 它是0.2升 就是200毫升 这个杯子大概能喝个四到五杯 所以如果你客人比较多的话 一个比较小的窍门就是多加水 然后这样就可以大家喝个五六杯的样子 红酒不用提前醒 红酒也一定不要买特别贵的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你煮完了以后 它也不会是原来那个味道 然后酒精也基本上就飞了 好 现在就准备好了 把苹果切成一盐一盐的 然后橙子切成一片一片的 或者也一盐一盐的就可以 然后我会把这个丁香放在橙子里面 这样省得你倒出来的时候 它会倒进杯子里面影响口感 然后这样一壶的话呢 一般就是准备这样 大概十到十二个左右这种丁香粒 就完全够了 如果你喜欢味道浓的 就自己再多加个一些也可以 然后现在就把它们都放到锅里去 然后就开火煮就可以了 开火煮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它开到最大的火 让它完全沸腾 这样它里面那个酒精跑得太快了 就大概开个这种温火 让它慢吞吞这样煮着 冒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煮的时候就放水 一开始煮就放水 我大概会放这样一杯的样子 也不要水太多 水太多的话 它那个味道太淡了 就不太好喝了 白蛋地和白糖是最后再放 具体放多少是根据个人的口味 我一般白糖会放个两到三勺 然后白蛋地的话 今天来的客人都比较爱酗酒 所以我可能会多放一些 但平时自己加喝就不用放这么多 现在这个程度就是它最好的状态 保持这个热度 不要再过于让它沸腾 然后就这样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 现在闻起来已经有热红酒的味道了 因为它里面香料其实还是挺多的 然后我Flo刚才抗议了 他说不要放那么多糖 所以他现在改成让我放蜂蜜 其实蜂蜜和糖效果是一样的 反正蜂蜜煮到最后也就只有糖 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些糖的东西放进去 让它增加这个甜味 当然如果你只放糖的话也可以 其实它理论上是一个东西 只是Flo假装自己过得比较健康 现在就是放烈酒的时间 今天大概放了这一汤匙 然后让它再煮一会儿 再等一下等它再冒小泡泡 就可以出锅了 完美 然后我刚才煮的那一锅 现在就我刚刚好分了四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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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要去代课了 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 然后希望大家自己在家煮一煮热红酒 经济又实惠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干杯 那是你不得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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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